12月5日 郑州厂疫情冲击鸿海11月营收年减11% 作者Ada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鸿海开出了11月营收年减11.36% 不过这是过去式了 上星期三中国已经放宽了防疫政策了 接下来鸿海营收补回来 那单纯就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一次鸿海11月营收年减11.36% 少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也就是消费智能产品 以前几季的经验来说 这部分的毛利率本来就比较低一点 这一个月在消费智能产品营收下降 反而云端网路的营收占比就变得比较高 这部分属于毛利率比较好 影片第二部分是来说 威州及中国政策放宽 威州目前就是发展伺服器 而且产能全满 接下来有要继续扩厂 也有可能在鸿海俄州的电动车发展的很顺利后 威州也会做有关电动车的布局 之前很多投资者说 鸿海在中国工厂很多 所以怕被没收 最近几年鸿海因为电动车在的话生产 在美国 欧洲 泰国 印度 印尼 沙国 墨西哥 台湾都有盖工厂 之后我就要再来看一下 那些鲁蛇还有什么话题 能在那酸鸿海 我只能说 那些鲁蛇永远都有害怕不完的事 我都已经报了三年九个月 领了四次股息 最早买的部位成本都仅剩五十六元左右 那些鲁蛇还在那这边怕怕 那边津津 再过五年 我的成本可能剩三十元了 鸿海净值来到一百三十元 他们还在那演阿信 我是不懂为啥明明稳赚的投资 会被一些鲁蛇酸成这样 这世界很有趣 那些鲁蛇明明就是穷 但从不会去检讨自己穷的原因 每天在那自认天下无敌 那也活该穷一辈子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郑州厂疫情冲击鸿海 十一月营收年减百分之十一 二 鸿海威州厂四伏器产能满载 去年第四季鸿海营收 一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亿 今年十月及十一月 合计营收一万三千两百七十六亿 十二月份只要营收有五千六百二十一亿的话 那今年第四季就和去年差不多了 去年第四季鸿海获利三点二元 其中业外的其他利益及损失赔了四十八点七亿 去年第四季还有任列VMT疫苗的几十亿 这两项加起来都六十到七十亿元了 今年第四季到目前为止 全球股市反弹一大波 红海第四季业外的其他利益及损失理论上是会赚钱 这一来一回 光其他利益及损失就可能有五十到六十亿的收入 再扣掉今年第四季没有VMT疫苗的捐赠 所以红海第四季营收只要和去年第四季差不多 获利会超过三点二元的几率很大 这时有人说 郑州厂薪资提高 一些工人的费用比较高 这些我们就当其他利益及损失及VMT疫苗 差不多八十到九十亿 今年第四季也没有什么好悲观的理由 有一些散户以为红海市豆腐做的 觉得第四季会亏钱 我只能说这些散户太天真的 说不定第四季获利还会比去年第四季好 大家记得一件事 今年苹果高阶手机热销 12月营收不可能只会有5621亿 会超过的几率是很大的 来到6000到7000亿都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中国放宽了防疫标准 很多地方不再严格的要求做核酸检验 之前中国动态清零最大的问题在于 每天逼人民做核酸检测 每天一直在群聚 当验到有阳性时就把你抓去隔离 然后关7天 14天 这样当然会造成人民恐慌 如果像台湾这样 与病毒共存 没检测就没确诊 这样就不会存在太多的恐慌 很多中国的人民是被关怕了 担心只要有确诊 整个城市就封7天 14天 甚至一个月 现在中国放宽了标准 接下来红海的营收会越来越好 11月少掉的营收就放到12月 明年1月及2月 我相信想要买苹果手机的人 不会差一周 两周 就算等个3到4周 你还是会买高阶的苹果手机 如果你要买中低阶的 你就用旧手机就行了 何必去买旧的手机 所以红海的营收不会消失 有一些人担心明年经济会衰退 刚好就把苹果高阶手机的营收 灌到明年1月 2月去 大家还记得去年12月吗 红海的营收本来是6607亿 结果在开2022年1月营收 4458亿时 顺便校正回归 2021年12月营收成7176亿 增加了569亿 大家就把这一次当成营收 变到明年1月去 我们是中长线的价值投资者 今年少赚的几毛钱 反正跑不掉 今年少赚一点点 明年多赚一点点 刚好去补明年经济衰退的份额 不过明年红海电动车下半年进入爆发期 就算原本的ICT产业 因为全球经济衰退而营收减少 但因为有新事业电动车 半导体的加入 营收可能不减海反增 红海11月营收出来了 来到5510亿 受到郑州厂事件影响 苹果高阶手机营收少了很多 这部分算在消费智能产品类别中 大家还记得第三季我们在分析 红海毛利率吗 为什么第三季毛利率会比较低呢 嗯 没有错 因为9月吃到了一个月 苹果高阶手机的营收 来到8223亿 年成长40.4% 第三季红海云端网路产品类别占营收 约24%比第二季25%少 我们也比较过第一季 及第二季红海四大产品类别的营收比例 确实就是云端网路产品类别占营收的比例越高 毛利率就越好 之前红海在法说会有说过 云端网路中的伺服器成长很强劲 尤其CSP部分 这部分毛利率比较高 所以11月营收被影响的是消费智能产品 但云端网路产品类别有显著成长 之前红海有说过 显著成长就是5%到10% 看到红海11月营收减少时 不用太悲观 这样可能毛利率会更高一些 之前我就说过 红海要毛利率7%很容易 就一些不赚钱的少做 都做毛利率高的 这样就很容易达到毛利率7% 不过最终获利就不是最大化了 可能毛利率7% 营收仅有6兆 结果2022年仅赚10元 现在毛利率6.2% 获利最大化 2022年获利来到10.5元 我相信聪明一点的人就知道哪一个是比较有利的 这时有人说 那为什么不营收少做一点呢 大家不要忘了 所谓的竞争力是源自于市战率 没有市战率和谈竞争力 所以红海不可能把这些营收拱手送人 当红海把营收送给对手的话 那时间久了后 对手就会壮大起来 那时对红海来说才是真正的有威胁 既然刘董做的F1.0 现况优化 F2.0 数位化转型 能更有效率的接更多单 那营收多一点 获利最终也会变得多一点 对我们这种中长线的股东来说是好事 红海的获利会反映在明年给我的股息上 那可真香 之前刘董说第四季营收会和去年第四季持平 以目前来看12月只要有5621亿就和去年持平了 几乎不可能仅有持平的情况 12月份还是出货的高峰期 还会去把11月没赚到的营收灌到12月 有一些会灌到明年一到二月 以刘董的个性都是估保守一点 然后每次都是会优于预期 红海12月份营收6000到7000亿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还有可能更好 怎么可能仅是和去年第四季持平 不过刘董所谓的约略持平就是0%到5% 如果是多5%的话 那12月营收只要6566亿就行了 这样说也是行了 约略持平 这样12月营收只要落在5621到6566亿就符合了 如果有7000亿 这时又能出来摇摆泥泥一下 说看吧 我就是厉害 每次都是优于预期 新闻说 红海美国制造能量大跃进 旗下威斯康星州厂区从原本计划生产面板产品 改为四伏器代工之后 订单源源不绝 目前四伏器产能满载 一年来四伏器营收成长7.5倍 并将产品线扩大到新能源产业 红海规划 威州厂区下一步除了继续做大新能源 也将开拓政府 医疗 航泰等产业以呼应拜登政府美国制造政策 持续扩张北美市场版图 红海旗下美国工业赋联总经理傅富明表示 目前威州厂主要产品为四伏器 储存器与资料中心 其中四伏器营收成长速度非常快 生产线已满在 他透露 红海集团全球四伏器客户众多 目前在威州有两家 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正在洽谈第三家客户 去年迄今 威州厂四伏器营收成长7.5倍 客人非常喜欢我们的生产线 符合客人对美国制造的政策 傅富明说 新近来的客户对储存器需求非常大 这家CSP客户本来在亚特兰大就有一家供应商 后来看到我们的威州生产线与产品 非常满意 立即交给我们做 出货数量从初期每周1000台增加1.25万台 从主机板做到系统组装 包括英特尔 超微与安谋平台都有出货 他强调 威州厂正扩大产品线 目前已经拿下美国前三大太阳能业者为形逆变器订单 下周就要安装在屋顶型太阳能板 此外 也将拓展医疗 政府与航太等应用 A大回答 之前新闻一直在说威州没有盖 说红海要投资威州跳票 我个人就觉得搞笑 红海也不是什么学术单位 后面评估面板不赚钱 不适合在美国 就改别的产品 这样也有人在那叫 红海的想法很简单 会赚钱的 有实在的订单的 就会扩厂做 如果看不到订单 也不能赚钱的 红海就会改变 投资到这种公司才比较令人安心 几年前评估面板厂需要 几年后看到市场有变 你还希望红海硬着头皮去盖面板厂 那些人智商真的是堪忧 现在俄州电动车做起来了 威州改做伺服器 现在伺服器订单很火 所以红海扩大投资 这对投资人才是好的 对公司来说也是好的 这才是一家有竞争力的公司该做的事 记得几年前新闻一直在那 说红海威州跳票 就一堆人在酸 我是不懂一些鲁蛇级记者在那 和人担心什么 红海能成为世界EMS的王者 经营部分就不需要一些鲁蛇级记者在那 担心了 他们还是顾好自己比较实在 常常看到一些鲁蛇在为红海担心 我真搞不懂他们到底哪来的信心 自己都鲁蛇成这样了 怎么会有空帮王者红海担心 在第三季红海法说会中有提到 云端网路中的伺服器成长动能还是很强 尤其是CSP毛利率好 获利高 这样的情况下 红海在威州扩大投资 这不就是越赚越多吗 正常公司本来就是这样在经营的 一堆莫名其妙的公司 一开始投资一堆 没看到订单就在那压宝 就像之前的面板厂 Dream厂建了一大堆后 接下来才在那赔钱 难怪公司会变成景气循环股 以红海的投资策略来说 就是看到有这么多的订单才会去投资 拿半导体来说 红海一年采购600亿美金 这么大的采购金额情况下 红海投资的半导体就已经有订单在那了 之后电动车半导体如果再起来 再扩大投资半导体 这才是一间能持续赚钱公司该做的事 而不是盲目的投资扩厂 发现不如预期的情况了 还在那硬着头皮盖厂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 红海威州厂最终 红海一定能做出最好的处理方式 我们不需要为红海担心 红海有一流的人才在规划 那时一堆记者每天就像被鬼打到一样 每天在那说红海威州跳票 对我来说 我宁愿红海想清楚 真正会赚钱再去投资 这样对股东来说才会是好事 不然红海不要跳票 那有啥问题 几百亿就砸下去 以后不赚钱也是股东的事 现在看到威州厂的情况后 记得以后不需要为红海扩厂及投资担心了 未来看到记者 新闻媒体在那批评红海的投资案 或盖厂投资时 直接若自就贴到他们头上 叫他们闪远一点 自己先担心自己吧 不用为世界一流的红海担心 新闻说 中国持续松绑风控上海 杭州 郑州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上海 杭州 郑州等的政府周四日陆续宣布 民众搭乘公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不必再出示核酸检测证明 显示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后 政府持续松绑风控措施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日表示 周一起民众乘坐轨道交通 公车 渡轮等室内公共交通工具 不必再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民众前往公园 警区等室外公共场所 也不用再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那么民众是否还需要扫场所吗 上海市政府官员说 民众搭乘室内公共交通工具 政府不会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请民众主动扫场所码 或使用随身码 乘车码辆绿码通行 杭州市政府周日晚间也发布公告 宣布不再展开常态化核酸检测 实行院检浸检 各地继续提供辩明检测服务 除养老院 福利院 中小学 幼儿园等特殊场所外 民众乘坐地铁 公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进入公共场所 不必再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A大回答 股市很多时候都是跌预期性心理的 之前大盘在反弹时 因为鸿海今年以来没有跌 所以大部分的人也是认为鸿海不会反弹 再加上中国动态清零造成很多员工暴走 这就更加深 市场认为短期鸿海很难会上涨 当大盘反弹了2000多点了 鸿海因为郑州厂事件 股价从104元跌到100.5元 上星期三中国放宽防疫标准 鸿海开始反弹 一部分也是台股 很多大型全职股也反弹的差不多了 那些资金准备回到防守型类股上 鸿海11月营收开出来了 营收月减29% 年减11.36% 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这利空早已经反应了 市场原本预期的应该是更差的 接下来鸿海的营收会开始提升 就像2020年那样 苹果手机慢了一个月上市 对鸿海来说 营收就是延到隔年的一到二月 这也是我说的 不要说的 苹果手机慢个一个月 消费者就不买市的 之前就算苹果手机慢一个月上市 手机还是卖的一级棒 今年一样是换一个情况 慢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这也不会有啥影响的 该是我们的获利 那是跑不掉的 市场目前预期中国的防疫政策 会朝解封的情况前进 三大法人就不会因为 11月营收衰退而去卖超 这就是所谓的投资 是看未来的 一般投资人想要赢别人 他们就要去预判未来 不然营收开了后 你知 我知 独眼龙也知 也不可能每次开营收 才在那笔手速 一定就是看到郑州厂事件 发生时就先卖 当利空实现 或利空消失时买回 这一次外资群是在中国放宽 防疫标准就买回 比开营收早三天 不然理论上是在利多出现时 开始买回 现在市场是会开始布局0056 把鸿海纳入的利多 毕竟中国防疫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了 这个消息已经不会再影响 鸿海股价了 之前我说过 一个消息发生时 会怕的就是先卖 一阵子后里面就剩都不怕的 当里面都剩不怕的人 郑州厂事件就不会再影响到股价 现在市郑州厂事件已经解决了 有一些因为郑州厂事件卖的 他们就会买回 现在就是在布局下一个事件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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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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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着你的乐情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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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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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對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